佛教进入中国以后 我们的词汇量大幅度的增加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 还有一次就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同光的时候 日本文化 日本大量的词汇进入中国 这个是中国字 中国词 但是日本人造的 日本人造字能力很强 比如我们这些年说的颜值 弹幕 这都是日本人造的词 我们自个儿没这词 但是人一来 我们觉得这词挺好 也能理解 也能用 日本国名 我们先从国名说起 日本国名的定名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日本人自个儿起的 就是在唐朝的贤亨元年 670年 日本的天治天皇 改国号为日本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更为流行 起码在中国非常流行 他说是武则天 武则天改窝国为日本 这也是有记载的 这个在张首杰的史记正义中呢 有这样的记载 日本的本意很容易理解 日就是太阳 日出 太阳 本就是本源 我们过去中国 认为我们往东走 走到海岸边上 就一望无际的太平洋 根本不知道这太平洋能渡过去 所以就认为到了这边了 那么我们站在这个海岸线上呢 能看到的就剩了日本了 所以日本呢 就被我们认为是日出之国 而日本这两个字又特别好 是什么呢 是它对称的字 什么叫对称呢 这日 这日字你从中间一切 左右是一样的 本也是左右一样的 中国这种绝对对称的字 并不是很多 你比如说 这个 你想我自个儿的名字里 这么也就不对称 这位字 你不管怎么知道 这个位字有一点对称 但是这有一钩啊 这还一撇一捺 还不是特对称 日本基本上是对称的 文明啊 我们今天老说这个词啊 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呢 就是文字的出现 文字的出现呢 有人认为是区别文明史和野蛮史的一个节点 就是文字一出现 你就进入了文明史 文字没出现 可以前面称野蛮史 那么文字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跨时空交流 我们今天看到一百年前人写的一封信 看到一千年前的人写一篇文章 看到两千年前的一个一个一个著名的著作 我们今天经过学习都可以看懂它 这就叫跨时空交流 文字就有这个好处 如果没有文字 我们当时啊 就是两千年前啊 我们的古人说什么啊 有什么思想 我们都不知道 靠语言传达 那肯定就乱了 在没有录音出现之前 声音的符号传达都是及时的 这个没有录音最多就是有个电话 中间有个电话线 说说它也就过 就是能够虽然能够距离加长 但是它不能跨时空 今天呢 因为有了录音了 我们今天有了录音 比如你们听到的这个并不是及时的声音 是我提前录好的 你们听到了 而且随时可以听 这个好处就会增加很多 但是这个技术 有这个技术 就几十年的功夫 能够广泛英勇 就是几年的功夫 在这之前 我们都是靠文字来准确的传达人类的情感 比如我们说 诗经里的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我们今天一看 这话已经跨越了两千多年了 中文呢 是唯一的啊 这个从创造那一天起 到今天流传下来的文字 我们都知道四大文明就我们延续至今 其他的这个文字啊 包括这个埃及的歇性文字 玛雅文字这些都灭亡了 人家现在使用的是新型文字 我们的文字存在了有多少年呢 就是三千多年 不到四千年啊 我们这个说法呢 是大小有一点点差异 我们从甲骨文算起 通过金文啊 大传小传 然后这个历书 这个这个凯书啊 等等一一路啊 走过来 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 接受这个社会的教育 首先是识字 比算数还重要 你可以不会算数 但是你不能不识字 但是在隋唐之前 日本人没有文字 他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的民族 到现在全世界也还有很多 所以有文字 就作为这个文明的一个节点 那日本呢 在隋唐之前是没有文字的 是有语言的 那他怎么办呢 他派了遣 随时遣唐使到中国来了 到了中国来 怎么办呢 就是学习你的文字 把他中文带到了日本 那么日本最初用 这个官方记录就是用中文 我们今天看日本的 几百年前的文献 完全是中文 我们自己就能看懂 完全就能看懂 用不着去学习 那那个他音不同 但是字是一样的 中国字呢 到了日本以后呢 由于日本本身有发音呢 它就变成了 这个文字中呢 有两种读法 我们一般来说 都是一种读法 但是它有两种 一种叫音读 一种叫训读 所谓音读呢 就是模仿你的发音 有可能这个发音 在他那就没有 或者这个事物就没有 他只好拿着就用 这叫这个音读 还有一种呢 是训读 就是他自有的文字 和意思都有了 就是借用你这个字 但声音还是利用 他自己的声音 所以他就创造了 这一种这个半钟 我们看着这半钟 半日的一种文字 我们到日本去呢 经常能看到 各种文字能看懂 有的能看懂 但有时候你看懂 是白看懂 因为那个意思 可能跟你理解的 中文意思是有区别的 在公元八世纪初 日本有个女天皇 叫做元明天皇 元明天皇执政之前 汉字已经传入日本 但用法并不统一 官方用来写文书 史书民间用来 就说发音符号 就是那我也得记啊 我的声音 你比如我带一封信 我光说你给我拿嘴巴传 不行 我干脆写一个条 这书就用汉字来 来这个记这个音 当时日本的汉字 取地名呢 就比较纷乱啊 所以我们今天看着呢 就有点 觉得有点滑稽 因为人家是用的音啊 人不管你那事啊 就拿这个字能用就行了 所以我们今天翻译的时候 尤其翻译人名地名 直接一音的时候 还要做到信雅达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日本当时有很多名字 我们听得很滑稽 叫比如叫无邪制 对吧 有的叫谋舍制 还有的叫凶刺 比如我有一个城市 叫我孙子市 我孙子市 在日本的千叶县 大阪 这个资赫县 资赫县就是我们讲过 美秀博物馆待的那个地方 有个地方叫我孙子 这是日本历史上 非常古老的一个姓氏 这个姓氏有千年历史 有千年历史 前些年啊 在广州的这个演艺会上 有个日本的陈高 女运动员啊 她就叫我孙子治美 我孙子一出场 她就全场大华 认为您这是不是电脑出问题了 这人怎么能叫我孙子呢 没什么新鲜 这我孙子就是她的姓 她没叫我虫孙子 就算不错了 所以日本重要的标牌上 你们注意看 日本对中国字 是非常尊重的 这一点我可以告诉大家 日本今天重要的场合 重要的会议 所有的横幅一定是中文 他尽可能的不写他的假名 他只有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他才写假名 只要中文能够替换 他一定写中文 所以日本的很多字号 很多厂家的名称 他都写中文 我好几年前看过一个话剧 这个话剧是我们自己编的 我去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里都有个重大的问题 他这个话剧叫什么名呢 叫王福景 就是北京最著名的商业街 王福景 他写民国时期的变革 他这个戏当中呢 他前面搁了一个叫扁爷 什么叫扁爷呢 就是哪家开张了 刻一个扁挂上去 刻一个扁 这个扁爷呢 从头到尾 就在这个整个舞台的 这个前面的这个边上坐着 就不停的做雕刻状 表示了这个戏的戏盒 就这个刻扁的人 那么抗战争爆发的时候呢 日本人打进来以后呢 很多这个店铺就改朝换代了 不是不是改朝换代 就换了主人了吗 这扁就得重新刻 重新刻的时候 这日本人呢 就让这扁爷呢 给他刻这个 刻这个扁 这扁爷就说了一句话 说我堂堂中国人 我怎么能刻他那个 缺胳膊少腿的字呢 然后满场就鼓掌 但恰恰这一点错了 日本的所有的扁额 全写中国字 他认为写中国字 就写汉字远远的高于他的日文 他到今天也是这样认为 今天日本的政治家 如果不能说出中文来 不能这个很成熟的应用中文 应用中国的成语 那你作为政治家都不够格 所以日本的演说家 在社会有地位的人 都以掌握中文的多少为荣耀 所以王复景的那个话剧呢 在整个这个戏盒中呢 就强调日本人刻这种 缺胳膊少腿的这种汉字呢 这是无稽之谈 没有的事情 所以我们如果搞创作 一定要了解他的这个文化的本意 所以日语本身嘛 我们讲了有音读和训读 音读很简单 就是模仿你汉字发音 比如电话 电话 对吧 干杯 干杯 椅子 椅子 自由 自由 机油 就是把这话 按着大舌头去说就成了 中文也有这种现象 你比如我们中文 今天你生活中最多的沙发 你也是音读 你也是模仿这个发音 坦克 咖啡 巧克力 过去还有德利峰 樊娥陵 丹白桂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吧 德利峰就是电话 樊娥陵就是小提琴 丹白桂就是香烟 它有的东西翻译过来 不能生存 那么日文中呢 它还有一种呢 就是汉字 一样 读音不同 有的是意义不同 比如 你看到 在日本看到手指 这两个字 手指 我们今天很了解手指 每个人都用 我不相信有人不用手指 大亚米 手指 手指就是日本的信件 写信 比如 我们今天 女儿和娘 这是分开的 因为山东人 管母亲叫娘 日语中的娘呢 穆斯麦 就是这个 女儿 我们其实过去 娘也是指 年轻的女人 你比如 大丈夫 大丈夫这两个字 特有意思 叫 大亿教股 大亿教股 大丈夫 就是我靠得着 这事我行 我能来 就这意思 因为日文中的这个汉字的这个字 不是日本人创造的 所以他用起来呢 就不是受太 不受我们汉语的限制 他从中文输入以后呢 就根据他的意思呢 就开始改 改我们有很多词 我们是有的 但是呢 我们今天的意义 是日本人设定的意义 比如我们说一个词啊 生活中经常说设计 说我们家这个装修 请来一设计 说这单位啊 说这个开发商品 说你找几个设计 设计 我们今天一说设计 基本上都这意思 设计在古汉语中是有的 古汉语中说的设计 是指设下计谋 你算计我 这设下计谋叫设计 但我们今天说设计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沿用了 日语中的这个含义设计 你像这样的词汇 比如设计啊 料理的文学呢 我们过去有这个词汇 但不是这个意思 日本人的词汇输入中国以后 我们沿用了日本发明的这个意思 这个很绕的话 你得慢慢去想 清朝末年 有大量的日本词汇 进入中国呢 它是其实 它是有一个历史原因的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 日本呢 还是处在这种小农经济 它是个典型的 这个封建社会 它天皇啊 虽然万事一系 日本天皇是万事一系的 它就是个象征性的 它没有权威 大权都在德川幕府手中 日本的这个军人政权呢 在日本的历史上 掌握了有六七个世纪 六七百年 德川幕府在日本推行的是一种 闭关锁国的政策 所以呢 国家的生产力比较低下 老百姓生活特别苦 日本人虽然能忍辱负重 但是太苦了也受不了 幕府呢 就这个统治者就加大盘剥的 这个力度 所以当时呢 你知道欧美的侵略呢 就开始向亚洲入侵 你想想1860年 英法联军已经 第二次亚变战争 以后侵入中国 对吧 对于日本也是这样 日本的国内外矛盾 就是日常的激化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老百姓呢 就民众就拿起了武器 开始了这种倒幕运动 所谓倒幕运动 就是把幕府的这个统治者赶下台 当时幕府的军队 跟天皇军呢 就交战 德川庆喜 就败走江户 江户就是今天的东京 到这个1868年呢 就是基本上就败事已定 69年的 1869年的时候呢 就彻底交出 这个表明这场战争的结束 日本全境统一 那么明治维新呢 就已成功告终 我们在他之后30年 开始了百日维新 就是我们的戊戌院法 我们的百日维新 以光绪皇帝 幽禁在迎台呢 作为失败的一个终点 百日维新的失败 对中国来说影响太大 所以呢 中国当时很多文人志士 就到日本去了 那么我们比较一下啊 明治维新 他胜利呢 结束了这个 日本幕府时代的一个统治 700年的幕府时代 统治到这一天就结束了 我们百日维新 比他晚了30年 准备不足 还失败了 然后使中国进入了 我们科本中提到的 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一个社会 这时候中国大量的人 到日本去学习 旅日去学习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啊 比如我们共产党的 李德昭 陈都秀 周恩来 林博曲 董碧武 张文天 这些都是共产党系的 国民党系的 你看孙中山 廖仲凯 蒋介石 张太炎 何英卿 王英卫 这些都是国民党系的 那么文人还有谁呢 我们大家熟知的 鲁迅先生 郭莫若 包括周作人 包括我们知道的 郁达夫啊 还有田汉 夏衍 这些人都六日 你比如还有这个 梁启超啊 邱锦啊 你像邱锦 你看他穿那身 这完全 日本服装 我前年做了一个节目 一个节目 中央台给我做的 叫客从何处来 你们有兴趣的话 就网上搜一下 还能看到 这拍了我两支祖上 一个是我父亲一支 一个是我母亲一支 我母亲 我老爷 我的外曾祖父 就是在1901年留日的 回来还做了北图的馆长 他的学校的同学 就有鲁迅 有陈音雀 有黄兴 有杨昌记 杨昌记是杨开会的父亲 这些都在中国近代史上 赫赫有名的人物 有人说啊 中国近代史上 著名的人物啊 80%都留过日 这事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呢 确实有大量的人都留过日 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深远 所以就有很多词汇进来了 比如科学 科学 我们今天说学物理数学 是吧 地理 这些词全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 我们过去曾经自我翻译过 把物理翻译成格物 你看物理的物 物理 我们把这个理字往前移 变成格物 为什么翻译成格物呢 我们古代有这样一句话 叫格物置之 所以就把物理翻译成格物 但是呢 没有不知为什么 没有生命力 结果这个词就没用 就用的是物理 我们今天说啊 学校一上政治课 哎呀 背着这个费劲啊 政治这个词也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对不对 你跟政治相关的词 大部分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革命 宪法 警察 警察 我们过去哪是警察啊 我们过去叫捕快 捕头 武林外传的那艳小六 就是一捕头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的很多 这个现代大学的课程 比如经济学呀 会计呀 艺术啊 啊 我们说的这些 这都是从日本 这个词汇都是从日本来的 民国时期啊 我们非常容易接受这种新鲜事物 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社会改革开放以后 大家非常愿意接受新词 对于我们这样的岁数人 很多时候不是太适应 一说辅女 这词我还是不太接受 吐槽 我一开始是吐槽还是吐槽 我都弄了半天 现在还有新词 直男癌 有没有直女癌 我都不知道 还有就是很难听的 比如 表思 现在流行的词 pose bypose 这pose 连个汉字都没有 伪娘 脑洞大开 颜值 颜值新词吧 词是这样 流行一段时间 有可能就灭亡了 正太 明白吗 有人明白 有人不明白 所有大的一定不明白 什么叫正太 就是小可爱 那么我们很多这个词汇 受日本的漫画影响 你看 我们说漫画 漫笔 漫谈 漫画 这词都是日本创造的 漫画这个形式 到词汇都是日本创造的 我们过去没有 日本人特别愿意画漫画 他有非常坚实的漫画 基础 我们讲过 他的服饰会 画进日本社会的人间百态 我们没有这种画风 我们有一个非常 大家很喜欢的画家 叫丰子凯 丰子凯 画画画的这个画 就非常受服饰会的影响 那么服饰会的这种绘画 对全世界的影响也非常大 比如全世界最知名的画家 梵高 他就受服饰会的影响 你今天有机会到荷兰去 到阿姆斯特丹 看梵高艺术馆的时候 他的顶层有一层 按照当年梵高到日本的场景 重新复制的 梵高据说一到了日本 对日本的服饰会 崇拜的五体投地 因为有服饰会这样一个基础 所以日本的漫画产业 包括后来的动漫产业 全世界首屈一指 喜欢动漫的人都知道 有一个老头叫龚崎俊 对吧 龚崎俊拍过的电影 千语千询 哈尔的移动城堡 幽灵公主 龙猫 很多小孩子们看到如痴如醉 看上几十遍上百遍 人龚崎俊的小工作室 就一小楼 不到三百米 所有人都在里头 侧身而过 人家拍出了世界级的影片 所以日本动漫对我们的影响 比如大家很熟知的 变形金刚 对吧 伊修哥 蜡笔小新 蜡笔小新老尿床 这个灌篮高手 樱桃小丸子 还有那个哆啦哀梦 还是哀啦哆梦 就是全是日本来的 你看他对我们一代人的影响 我们现在很多 对他早期 对他有影响的孩子 都已经长到二三十岁 都称大人 都有了 再有了孩子 依然觉得人家的动漫有意思 日本动漫 有时候我也看两眼 我看有的 那个日本动漫 有的是那种 就是高科技的 连毛发的那种动感 都非常清晰 还有一种就是二维的 特别简单 我还看过一个日本 简纸做的那个动漫 也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 人家有想法 所以 众多的日本词汇 在一百多年前 传入中国以后呢 你比如我们今天 我们随便说一句话 说你今天去到学校 去上一个宪法课 讲的是刑法的教材 说你作为一个班干部 你无心学习 讲座也不参加 你说科目都挂掉了 你教授一定会严厉批评你 你知道这里有多少 日本词汇吗 我告诉你 县法 学校 刑法 教科书 干部 讲座 教授 批评 这些科目 这些都是日本词汇 你今天 如果去日本 你不识日文没关系 但你识中文 你看到你能看懂的中文的时候 一定要问问左右 一定去的时候 肯定有人懂 你问问他什么意思 千万不要莽撞 因为有的日文跟中文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有两个词 四个字 我觉得你们应该记住 这两个字对你们去日本很有用 第一个叫无料 无料是什么意思呢 是免费的意思 你到日本一定要看到无料 这就是免费 第二看到一个词汇叫放题 放题就是释放的放 题目的题 这放题不是开卷考试 不是这意思 放题就是随便 随便吃 比如你到一个餐厅去 上面写着饮料放题 那就是饮料随便喝 就这意思 但是你千万不要找到 无料放题 这四个字在一块 这辈子你也找不到 有一个地方 随便吃 随便喝 随便玩 还不花钱 找不到这么个地方 日本人在1400年前来到中国的时候 把我们的文字搬了回去 为他所用 一千多年以来 中文也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我们有很多词汇 是日本人用我们的原材料 用我们的文字组成新的词汇 输入到中国 而我们用起来得心应手 那么词汇的创造本身也是说明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我们当然也创造了很多新的词汇 我们在这不讲 有机会在其他的地方再讲 那么中日文化 对于日本人来说 他一直承认 而且到今天 他依然以中国文字 中国文化为自豪 我去奈良看一个唐代展 一个唐代文物展 前沿开篇就写着 我们的文化来自于中国 官府猫揭秘官府秀 我这个这回让你看仔细了 刚才展了一眼啊 展了一眼 你肯定心里很痒痒 哎呀 这东西太好了 我们过去中国人啊 如果在这个这样一个盒子上画有文士呢 就是盖是盖身是身 身上跟盖上之间 没什么必然的关系 他不会衔接去画 那么日本呢 就会这种衔接去画 下面和上面画成一个图案 这种图案呢 比如在雍正年间呢 就对我们的瓷器有过影响 对雍正瓷器有所了解的人就知道 雍正有一种画法叫过枝 这种就是受日本的影响 这盒里呢 隐隐约约能看到一点毛笔字 这毛笔字呢 我们仔细看呢 大概是乾隆四年 那么这个盒呢 是这件东西的包装物 我们看这件东西 宋代官邀 灰色的 你知道你们看到的瓷器 灰色的是很少很少的 灰色的瓷器非常的难烧 这是一个乳丁戏 这乳丁戏我数了一下 很有意思 它两排 上排十一个 下排十个 有三足 有三足 中间还有一个圈足 灰胎 这件乳丁戏呢 按照专业术语 叫尺度适当 不大不小 这种造型有大个吧 一大就傻 过去搞古玩的说 那东西还可以 就是它是有点傻 什么意思呢 就大了 这东西呢 尺度很合适 再小呢 就显得不够 有那么有价值感 这个你看手里呢